118-19赛季开幕,今有不到40天了,目前CBA各队都已经迫不及待的,期待着新赛季的开打。 而作为今年夏天动作不小的CBA八贯王广东宏远来说同样也是如此,此前有媒体爆出广东宏远首场比赛是客场打北京手钢,而大家都知道,广东大外人莫里斯此前七个赛季一直效力于北京手钢,并帮助北京队夺得三个总冠军。 于是有媒体问到莫里斯对镇北京队时,会是怎样感受,他的回答让很多人惊讶,那就是他说已经对北京已经没有太特殊的感情了,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熟悉的队友,基本都离开了。 莫里斯这番话一下子在球迷圈引起了轩然大波,支持他的球迷和反对,他的球迷都发表自己的见解。 其中不少,北京球迷却是喷莫里斯没良心,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上赛季莫里斯经历了什么。 若是大家都知道莫里斯上赛季,在北京队是一直站在过道上看球的,还会去谴责莫里斯对老东家没感情吗? 大家都说北京队是属于马布里的球队,其实莫里斯对北京首个的贡献,一点也不比马布里小多少。 在莫里斯来北京队之前,他们可是掉落到亚外区去了,而在10-11赛季莫里斯来了之后,北京队才开始崛起,这才有了马布里来了之后的四年三卦。 在13-14赛季,莫里斯凭借总决赛的出色表现,成为了CBA历史上第一个意外人身份,获得总决赛MVP的球员,也正是因为莫里斯的出色表现。 在2016年合同到期后,北京首刚给他开出一份两年四百万美金的大合同,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,就是这份合同让双方反目成仇。 在去年夏天,因为北京首个最后时刻无缘季后赛,让俱乐部下定决心要到换血,尤其是他们的女总秦晓文上台后,更是开始清洗夺挂功勋球员。 米露勒和马布里都难逃被清洗局面,而和马布里不同的是,莫里斯因为和北京队还有一年合同,秦晓文并没有选择让莫里斯买断合同,也没有给莫里斯注册。 只是要莫里斯当被他跟随球队训练,但北京队主教练贾米斯却没让莫里斯合练,只是让他独自训练,而更让莫里斯无法接受的是,北京首刚压根,就没把莫里斯当成球队的一份子。 在北京队主场的比赛中,我们没有看见莫里斯的身影,这并不是他没有来到球场,而是让莫里斯站在球员通道上看比赛。 当时北京首刚这边的解释是因为替补席上的名额优先,虽然莫里斯还属于北京队议员,但他并不在报名名单内,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球员以及工作人员,哪怕球员加速区,也没有给莫里斯安排一个座位。 更重要的是莫里斯还不能缺席,那莫里斯想看球的话,要么自己掏钱去看台上看球,要么就只能一个人站在库道上看球。 很多球迷知道此事都说莫里斯实在是台气凉浪,而北京首刚这么干,是不是有点气人态? 是,这也是为啥在后面杰克逊受伤时,莫里斯拒绝北京队给他上场的机会, 对,因为北京首刚先不仁再先,就不能怪莫里斯不易了。 要这么看的话,莫里斯说出对北京,已经没有特殊感情真的能理解了,何况他说的也没错, 当年和莫里斯一起打拼的队友里面,大多数也都离开了球队,那当年北京队夺关阵容显示,球队大合影里面17人,其中有10人已经离开了球队,值得一提的是,前面一排球队主力7人全部离开北京首刚队, 从这也能看出北京队清洗功勋是多么的彻底,莫里斯面对如此陌生的北京首刚队,他说没有太多特殊感情,就完全说得通了。